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旅遊Buddy 我是Jessica 我是Luca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2024年才開的全新酒店 Sun Hotel 相信大家預訂酒店之前都會在網上留言 但是網上的留言 那麼多 一點又讚 一點又欠 都不知道哪個真 哪個假 所以我們今天就化身酒店狗賊隊 看網上的留言 真的嗎? 事不宜遲 我們Let's go Sun Hotel 位於BTS共湯布里站附近 酒店也可以走去由室內水上市場的Icon 曬眼 首先由BTS共湯布里站的3號出口走去酒店 Google map上面就寫說要走6分鐘 那我們看看實際要走多少分鐘 開始計時 Swoop一聲 6分39秒就到了 之後我們又試一下在酒店走去Icon 曬眼 都Swoop一聲 只需要12分鐘就到了 說完有幾方便之後 我們就回去Lobby那裡Check in 拿完房卡上去的時候都會經過這間Cafe 因為酒店是沒有早餐提供的 所以入住的時候 酒店都會有給這間Cafe的9至QPON給我們 現在要吃早餐就可以到這間裡吃 趕完就趕快上去 好多暗 我現在就 好多暗 我們進來酒店房 我們今天預訂的房型就是 浩華得大床房 價錢就是1350元港幣 泰幣就是1600元左右 事不宜遲 我們來看看房間怎樣 我們在房門一進來之後 就看到一個架 上半部分就可以當這個 放一些衣服 下半部分就可以放下袋子 還有有給兩件袍 給大家在泳池 吸完水上來穿 下面就可以放鞋子 還有放一些小行李箱 架旁邊也會有一個mini bar 還有一個小的雪櫃 這個架對面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部分 一進去就看到是黑白灰的設計 我覺得都頗舒服 還有很簡潔 有少少工業風的感覺 然後裡面就是乾濕分離 但是這個玻璃窗只有一半 可能洗澡水會有時在這邊飛出來地下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盆的部分 這裡就是酒店自家品牌的洗手液 然後右邊就是一些洗面用品 有玉帽 棉花棒 還有牙膏牙刷 下面就一定有風筒和毛巾 然後有一個特別的項目就是上面 這個是一個彩光玻璃 早上的陽光就可以滲進來廁所這邊 其實洗澡這個位置 空間很大 可以伸長一隻手 都完全是很舒服的 我們出了廁所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電視櫃 還有一個工作桌 它這裡是放得超美 你可以坐在這裡拍照打卡 然後那盞燈也很美 這間酒店很有質感 之後前面會有一個化妝鏡 然後我們電視呢 電視這裡是Samsung的 然後看看這個遙控 它上面是有Netflix Disney Plus 還有Prime Video 很少見酒店的電視會有這些按鈕 我們試試開來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它的反應很快 一按鈕就馬上開了 我要Login 我沒有帳 Prime Video應該也要Login 還是要Login的 大家沒有帳就不用看了 我們回Netflix OK 遲些才Login 接著就到床的部分 這裡床旁邊都會有這些床頭櫃 可以擺東西 還有這裡有插頭 但大家要注意這邊是沒有USB頭 還有沒有三腳插的 所以一定記得要戴轉插 床的另一邊會有燈掣 睡覺也可以在那邊自己調燈光 最後要說就是這間房間沒有全新鏡 不過床旁邊就會有一個黑色的反光玻璃 大家都可以當是全新鏡 出門前就在這裡照一照 看完整間房間之後 我們現在就要去泳池看看 這間酒店只有泳池 沒有健身室 而泳池來說我覺得它有點小 所以我們住每天都不見有遊客下來游泳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房間 我們預訂這間酒店之前 就在網上找到這間酒店 最低分和最高分的Google評價 就等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樣 通常最低評分的人 都是說這間酒店的reception 他們的行為粗魯和不負責任 我們馬上看看酒店的職員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他說沒有就餐 他也很貼心 特意說中文 這間酒店的酒店是最高分的 是最高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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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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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是 這間酒店的水 事大事小 想要熱水的時候 很熱 想要暖水的時候 很冷 我們馬上進去檢查水溫 Let's go Let's go 你開個冷水 看看 大水了 時大時小 你試試現在轉暖水 看看行不行 應該是熱水了 但我突然暖水變冷水 那熱水呢 較熱一點的話 就會浸水了 進去到很熱的 你覺得怎樣 沒有說什麼遲大遲小 有一點 然後洗澡的時候 都發現他全程都有這個問題發生 那你說暖水變冷水 熱水變好熱的水呢 我感覺不到很熱 真的全程暖水 全程暖 還有開頭有一點冷 一點點 室溫 那洗澡也不成大問題 OK 這一部分 驗精完成 那我們現在就看好的評論 評分最高的評論 通常都是說 簡單乾淨 安靜私飾 酒店就是2024年氣的 相信都不會髒得去哪裡 所以這一部分就比分 講到安靜舒適這一部分 就要講一下房間隔音 我們覺得這間房間隔音也不錯 剛好我們外面有一個工地 我們可以讓大家聽一下房間裡面 和外面的聲音對比 總結 那我們這裡 都要給我們自己的Google評分 身為酒店狗賊隊 我們對於這間酒店 我們就是平台四顆星 我們比四顆星 是因為這間酒店的地點很方便 首先它是很近BTS站 走六分鐘就到了 接著距離景點商場 都是只需走十分鐘就已經到 而且路不難找 接著Google app 就很快走到目的地 其次就是因為它2024年才新開的酒店 乾淨衛生這些就一定有 但是它價錢上都是很便宜 我覺得新開的酒店來說 這個價錢都算是非常之好 那為什麼會扣一顆星呢 我就是覺得這裡很窄 真的在一些小巷裡面 基本上你走去BTS站 或者走去Icon站 你旁邊也會有些車經過 有些電單車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又或者你和一班朋友 一家人這樣走 就會有少少危險 所以這裡就扣一分了 我們今次酒店狗賊隊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不要讓你的旅遊Buddy做Free Rider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